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百科太太 很多人都有掉发问题 梳头的时候掉了好多头发 梳子上都缠满了头发 不仅如此,房间的地板上、枕头上、浴室的排水管里都是头发 如果不及时通过饮食来改善掉发问题的话 掉发问题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头发越掉越多,导致秃头的状况发生 今天,小编将跟大家分享三种能够帮助预防掉发的食物 经常适量吃的话,能帮助预防掉发 还能让你的头发越来越浓密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这些食物究竟有哪些吧 1.核桃 核桃里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B 这些都是头发生长的必备元素 对于脱发、掉头发治疗以及头发生长很有帮助 核桃还有生发和乌发的功效 核桃还富含维生素E 维生素E对头发的益处良多 不仅可以滋养头皮 还能够提高亮泽度 这种超级维生素能帮助维持头发和头皮的健康外观 为发丝供应必须的养分,能滋养头皮和发丝 2.富含欧米加3脂肪酸的鱼类 想要拥有浓密和乌黑亮丽的头发 大家也可以经常使用富含欧米加3脂肪酸的鱼类 例如三文鱼、飞鱼和青鱼 欧米加3脂肪酸对头发、皮肤、大脑有着公认的促进细胞生长和强化的作用 补充欧米加3脂肪酸能滋养头皮 为毛囊提供头发生长所需的重要营养物质 有助于防止头发稀疏 让头发变得更浓厚、生长得更快 建议大家每个星期使用2-3次这些鱼类 对头发的生长和健康非常有益处 3.牛油果 牛油果营养非常丰富 含有丰富的人体必须脂肪酸 牛油果中的脂肪酸对滋养头皮和头发非常有效果 能够为头皮和发根提供所需营养、改善发质 有效清除毛囊中的自由基、激活沉睡的毛囊 促进头发的生长 经常使用牛油果除了能够促进头发生长外 还可以预防脱发问题 建议大家每天可以吃半个牛油果 要注意牛油果的热量高 因此千万不能过量食用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记得按赞还有订阅我哦 也记得按下小铃铛 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最新视频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 拜拜